好的 鲜鱼哥观众朋友 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赶快要带您来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因为呢的确呢 现在在台湾呢 东方海面广大的太平洋洋面当中 有两个台风的存在 而且不排除呢 还有第三个台风出现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到已经成台的这两个台风了 今天热腾腾一大早才增强成为台风 今年第10号台风丹瑞台风呢 它走势比较单纯 它就是呢朝着日本的方向来靠近 预计到周日呢 它就会慢慢往东北远离了 因为距离台湾很远喔 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太大影响 反倒呢我们最近呢 从昨天开始呢 到今天一直在聚焦这个台风 苏拉台风 今年第9号台风苏拉台风 为什么要聚焦它 第一个它的路径超级诡异 它现在陷入一个安行场当中喔 所以呢 它就不停的在转圈圈 预计呢要花5天的时间 在原地转圈圈 接着才会出现明显导引力道 把它往西北拉喔 或许大家这样子看得不太清楚 有点小 我们放大一点点看 这个台风的浅势路径图了 你就可以看到呢 的确喔 你可以看到呢 苏拉台风呢 现在开始呢 逐渐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绕圈圈 绕完之后呢 预计到下周二的下半天 也就8月29号呢 才会出现一个引导的力道 把它往西北的方向来拉 所以到时候它移动之后就会逐步的靠近台湾 那这样的路径大家或许会说 看起来它中心不会登陆 现在讲这句话言之过早 为什么呢 其实每天如果我在锁定近电视 晚间新闻的这样时间都会知道 这张图呢 有淡绿色区块 这淡绿色区块就代表 台风可能走的范围 欸 蛮广的喔 所以呢 其实它现在路径来说 就说它的中心不会登陆 现在真的还有一点过早 可能要到周日 下周一再来观察 会是比较清楚的 听不懂的话没关系 下一张图带您更清楚的了解 这个台风 为什么路径变数那么多 我们就先来聚焦 苏拉台风了 你可以看到呢 苏拉台风呢 这个这张图 其实我们叫做台风的细极图 它是针对未来十天呢 用电脑模式呢 每一条线都是一个电脑模式 跑出来这个台风 未来可能走的路径 我们来看到苏拉台风呢 它的线非常密密麻麻 穿越台湾喔 你可以看到呢 线呢 越密 然后而且像天女散花一样的话 这代表什么 这要传达讯息 就是说这个台风的变数很大 因为部分的模式认为呢 它可能就会朝着 中心不会登陆 朝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通过 当然这样的影响范围呢 就是整个北台湾 还有西半部地区 但是呢 如果它是成为一个穿星台 直接穿越台湾的话 当然暴风圈 笼罩范围 雨势 风势 都会很大 那么也有部分的模式认为呢 整个台风的路径 是会通过巴士海峡 中心预计也不会登陆 而这样的一个路径来说呢 影响的范围 就是像是花东 恒春半岛 还有南台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走不同的路径 其实影响的范围 影响的程度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说呢 后续我们要持续观察的 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它缺乏一个导引的力道 附近的高压都不够强 所以导致它呈现原地滞留 陷入安行场当中开始打转了 那大家可能会想问 另外这两束线条是什么 当然呢 最靠近我的这个线条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今年第十号台风 今天一早才刚刚生成的 丹瑞台风 它路径呢 各国的模式就比较一致了 就是逐渐靠近日本之后呢 接着往东北远离 对于台湾天气 的确是绝对不会有影响的 那中间这一团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有可能在未来这几天 还会有热带系统发展 因为整个大跌压带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热带扰动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这个区块的确 还会有台风生成的几率 为什么要特别提它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它如果进一步发展 跟生成之后 其实间接也会影响到呢 苏拉台风 它的路径走势 所以后续 我们都会带大家 持续来观察 但是要进入周末假期了 这个周末 很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不会受到任何一个台风 任何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 台湾的天气依旧是两个重点 就是高温跟流易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那哪些地方会下午后雷雨呢 我们透过了台湾雨图的 一进幕来看了 中国假期转吹 偏东风的环境 风场开始转变了 东方部地区迎风面 比较容易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量不多 主要还是山区 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 有延伸到中南部地区平地的机会 周六跟周日两天都是类似的状况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周末假期呢 如果前往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去小旅行的话呢 可能要提醒你们留意中午过后 比较容易出现一波比较强的雨势 这个部分 就要多加小心了 几天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十分的闷热 白天高温31到35度 中午地区的观众朋友 提醒您要留意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南台湾的部分 台南高雄跟屏东 要留意明天会持续飙出 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东半部地区明天是迎风面一整天 云层会比较多容易偶有阵雨的状况 里道的确观众朋友 白天高温30到32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大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